受台大茶园一年一度商茶花展的影响 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观观 台大实业岭与业者合作 提供更好的住宿以及用餐品质 也特别利用快木等木材 建造木屋餐厅以及民宿 让游客得以更亲近大自然 我们在木屋住宿的部分 以及餐厅用餐环境 我们都有做过品质上的改善 希望说所有的贵客来到这里 都可以有一个宾至如归的感受 我们的风格会想要说结合台大实业岭 它是一种教育以及木业的一种展示风格 所以我们会尽量使用木头跟自然的元素 做一个园区的布置 希望游客来到这个自然环境下 最主要是来享受这种自然环境的氛围 以及在森林下用餐的感觉 不单只是说来吃我们美好的食物 更希望他们来体验这里美好的自然环境 随着越来越多游客 于假日时选择到鹿谷观光旅游 使得凤凰村的台大茶园 以最天然的素材 升级打造邻居的软硬体设备 有效吸引众多外地游客 于此住宿消费 在这边一进来 你看今天他们都是以快幕作为木屋 餐厅也是一样 都是进来的话就可以闻到快幕的香味 这个感觉很暖和 有那种很温馨的感觉 所以他们的游客也非常的多 尤其夏日都客满 露骨香空气好且无噪音喧扰 一员吴瑞芳邀请民众 有机会就到露骨凤凰村旅 现在社会因为大家都很忙 压力也都很重 所以有空希望能够利用假日 到我们露骨凤凰村台大茶园这边来走一走 让身心放松 相信来这边的话 你会有一个很好的 难忘的旅游体验 为了促进地方的产业发展 地方持续推动自然生态保育 与生态旅游等政策 经过数十年来的努力 成绩十分显着 一掌和顺风期盼 透过樱花季 山茶花展等活动 能为地方观光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明星文贵伟林 入国采访报导